歡迎回來 中共軍機今年多次襲擾中華民國外圍空域 自由時報報導指出 在南部軍市民昨晚記錄到 有國軍的空軍廣播指出 中共軍機在昨晚7點35分36分左右 侵入台灣的西南方防空識別區 遭到國軍廣播驅離 根據了解這是共機今年第21次擾台了 上一次夜間擾台是3月16號晚間 對此空軍昨天沒有證實卻沒有否認 只有強調對於週遭海空域狀況 都能掌握並能適切應處 情況皆正常 而美國軍機也罕見的連續現身台海週遭 被認為是反制共軍